在奥运会备战前一年,朱婷、丁霞还去欧洲打球,这也算是开了中国女排的先例了。 或许有球迷认为,留在家里好好集训,增加配合,这才是备战奥运的正确方式。 实际上,去欧洲球队熟悉打法,适应节奏,摸清他们的战术体系,这也是很好的备战良策。 备战东京奥运女排曾集训长达一年多时间,走出去适应欧洲球队,有何不可? 郎平在总结东京奥运会失利原因时,有一点就是,谈到受疫情影响,中国女排与欧洲球队交手,摸底的机会太少了,球队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,都处于封闭集训的状态。 刘晏涵在回忆那段时间时都说,郎导都让我们换换衣服,每次进训练馆都穿蓝色的训练服,我们看到那个颜色都头晕。 封闭集训,关门造车,并没有使得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取得好成绩。 相反,我们在奥运会之前的世界联赛,还输了加拿大这样的三流球队。 练了那么长时间,郎导还笑称,我们拦网在对阵欧洲球队上,连个矛都拦不着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就是你自己练习是一个节奏,而欧洲球队又有自己的节奏,欧洲也有波兰,意大利这种高快结合的,还有俄罗斯,萨尔维亚这种节奏偏慢,高举高打的。 就是因为没有交流,或者交手太少,我们在篮方节奏上与欧洲球队都对不上点。 那么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走出去加盟俱乐部去欧洲打球吗?这是不可能的。 朱婷在一甲联赛突破欧洲球队的高篮网,包括去篮对方接应的强攻,这才是最高水平的对抗。 如果把朱婷放在河南女排一年,真不知道她明年奥运会将是一个什么状态。 丁霞作为中国女排的老将,她之前也只是与欧洲球队隔网相对,她没有在欧洲球队的战术体系里给他们传过球。 波兰女排是欧洲近来崛起的一只竞旅,整体拉开速度非常快,队中又有顶级强力接应。 丁霞去波抄竞旅玻璃彩化工打球,其实对于摸清他们的打法也是一件好事。 你光通过技术录像分析,与亲自参与他们的战术体系,还是有所不同的。 李盈盈等主力还是战术磨合为主,不是所有球员都适合赴欧洲打球,丁霞奥运或回归。 中国女排现在也是面临新老交替,李盈盈、袁新月、王元怨其实也可以去欧洲打球。 然而,中国女排的备战还是与欧洲球队有明显不同的,我们更注重技战术的配合。 如果把刁林宇派去欧洲打球,那么留在家里集训的这些球员,与主力二传完全没有配合,我们如何来备战奥运呢? 像郑一新、杨寒玉加盟一些水平比较低的俱乐部,甚至还不如国内联赛水平高。 那他们去欧洲打球也没太大意义,还不如留下来集训,增加磨合。 从蔡斌的佣人思路来看,他选择刁林宇、丁霞两个光速发动机,球队依然是坚持打快。 朱婷、丁霞完全在明年有时间融入球队的,为了备战奥运欧洲很多俱乐部联赛,在明年四月底就结束了。 拉尔森、博斯科其韦等其他球员,也会回到他们的国家队备战奥运。 朱婷、丁霞不光与球队有集训配合的时间,接下来还有世界联赛实战磨合。 大家如何看待丁霞赴欧洲打球?朱婷可以,丁霞为什么不可能呢?